歡迎收看全球現場深度週報 我是李小儒 這星期我們來看的話題是 美國二零二四的總統大選 出現了峰迴路轉 歷史性的變化 原本堅持要爭取連任的 八十一歲總統拜登 他宣布退選 轉而支持賀錦麗來出征 美國在國際的舞台 具有千億法動全身的影響力 川普一句臺灣搶走 美國的晶片生意 臺股就硬生崩跌 這就是最好的例子 而賀錦麗這一位在華府 被評為缺乏領袖魅力的副總統 有沒有可能翻轉民主黨的選情 延續拜登未完成的競選承諾 更重要的是 他的外交政策內容是什麼 都引發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 賀錦麗年初在南卡羅來納州的競選造勢活動 一句話點出了美國在國際社會 千億法動全身的影響力 特別是戰火交織或是 市區緊張局勢惡化的地區 歐盟倫值主席國匈牙利的總理奧班 七月中立誘在華府出席北約高峰會的空檔 特地前往佛州與美國前總統川普會面 就是一個例子 這兩位在俄烏戰爭立場相同的政治人物一拍即合 會後奧班致函歐盟領導人 稱川普準備好了 一旦贏得十一月大選 就會立刻要求俄羅斯烏克蘭和談 奧班建議歐洲應該支持結束戰爭 並與俄羅斯重修就好 外界擔心這意味著目前遭俄軍 佔領的烏東地區將就此落入莫斯科之手 拜登政府所堅持的維持烏克蘭領土完整 將就此落幕 如果一個人在世界上 這個人, Donald Trump,可以停止戰爭 在2014小時 問題是 什麼價錢? 招國際刑事法院以涉嫌 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為由 棄捕的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在共和黨及眾議院議長 強森的邀請下 24號第四度站上美國國會發表演說 超越了美國二戰時的中央盟邦領袖 英國首相邱吉爾 成為在美國國會演說次數最多的外國領導人 數十位民主黨議員刻意缺席 國會大樓門外數千人的大規模示威 對屋裡有阿拉伯人也有猶太人 我們是恐怖的 因為我們是恐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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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大壞的死亡 那坦亞胡這趟訪問行程正好碰上拜登退選 民主黨進行重整旗鼓 期盼拉回支持者向心力的敏感時刻 賀錦麗另有競選行程為由回避了國會這場演說 私下另行安排與那坦亞胡會面 Israel and Palestine have become partisan issues and the fact that half of the Democrats in both the House and the Senate stayed away chose to not be present during the prime minister's speech I think is designed to send a different message and that is that you know the embrace of Netanyahu and his right wing government is not universal in Washington. 司法界出身的賀錦麗過去三年在外交事務上的記錄相當有限 三以巴的問題他從未與拜登唱反調 但曾多次大聲疾呼加薩停火 批評以色列沒有採取足夠措施緩解人道危機 也警告過以色列若對拉法全面入侵 要承擔後果美國的政治新聞媒體Politico也試圖從賀錦麗過去的言行 造出他對台韓兩岸問題的立場 文章指賀錦麗如果當選 將延續拜登強硬的對中國政策 強調去風險而不是脫鉤 他曾為香港人權 新疆維吾爾人權批評北京 至於對臺灣方面 賀錦麗曾說將繼續支持臺灣的自衛 這符合美國的長期政策 東南亞跨國犯罪組織 進來利用詐騙農場進行人口販運 強迫勞動 甚至還把女性販賣到性產業去 而根據估計 在菲律賓就有四百個犯罪的據點 最近聯合國跟菲律賓當局就聯手 要瓦解這些詐騙農場 被騙到柬埔寨詐騙遠距的中國建築工人 露出腳上的傷疤 訴說者這些都是被詐騙集團打的 他說二十天內總共逃跑了四次 他在這裡的工作內容要說服那些被詐騙的對象 把大筆資金投入到虛擬貨幣交易平台中 並且承諾他們可以快速得到回報 除了金融投資 還有一種就是愛情詐騙 化名為蘇珊的菲律賓人 被同父異母的姐姐騙到緬甸來 他要假扮成年輕富婆 在社群媒體上尋找離婚 或是感到寂寞的男子 想辦法騙他們的錢 當他終於被救出來時 感動不已 個部份我其實也 sticky at the airport here in the Philippines I almost kissed the floor I'm here Thank You Lord because I didn't expect that I'm going home really they tell me there while they beat me the one who beat me they don't you can't go home you can't if you didn't pay 7,000 USD, you can't go home, you die here and your family will not see you anymore and while they beat me, they also are Chinese, they beat also and then so many blood, even the Chinese also but they beat so hard also they don't care a human human being they just want a man that's the scam 菲律賓總統繁有組織犯罪委員會與當地警方合作 在近期內破獲了數十個所謂的詐騙農場 其中一個被查封的詐騙農場 當時就有約六到七百人正在裡面工作 We were told that they were they're just doing this because they want to have a job but actually it's a scamming scamming activity wherein you victimize people not necessarily Filipinos but outside of our country so that saddened me because it's it's like you know a victim victimizing another victim 克魯茲與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 東南亞及太平洋地區的副代表霍夫曼 前往遭警方破獲的詐騙農場 受害者被關在狹小的空間裡 但詐騙集團卻擁有超大間享樂用的KTV 而如果受害者業績沒有達標 就會被帶到懲罰室獨打一頓 他們在狀態上受害者和身體的狀態 也會被困難 也會被困難 這就是狀態室 你們可以看到 還有一些乾淨的血液 根據聯合國新聞的報導 東南亞跨國組織犯罪集團正透過詐騙農場 進行人口販賣汗性剝血 聯合國說總部位於東南亞的跨國犯罪集團 正在助長人口販賣 要嘛迫使他們犯罪 部分女性則被販賣到性產業 據估計光是菲律賓就有約四百個詐騙農場 因此菲律賓總統繁有組織犯罪委員會 正在與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研究 與其他國家合作的方法 要破壞和瓦解位於菲律賓 柬埔寨 遼國和緬甸 這些東南亞國家的詐騙農場 公視新聞 沈陸沛編譯 今天是塞浦勒斯南北分治五十週年 聯合國指派了專家協助 希望南北談判能夠取得進度 不論是土耳其裔 還是希臘裔的民眾 都對於分裂的狀況感到很疲憊 他們期盼國家能夠儘快統一 而民間除了藉由辦活動 來增進兩個族群的交流 有一些因為衝突而南遷的塞浦勒斯人 也打算要搬回北部的老家 走在安靜的市區中 道路兩旁是廢棄的商店街 空蕩蕩的學校和附近 早已無人居住的仿舍 紛紛掛起象徵土耳其的旗幟 幾位老人家看得非常感慨 今年是塞浦勒斯 南北分治50周年 島上土耳其裔和希臘裔族群的糾葛 導致1974年爆發武裝衝突 而鬼塵瓦羅莎就是紛爭下的產物 當年土耳其出兵占領北部後 住在當地的希臘裔軍民紛紛離開 曾是海邊度假天堂的東部城鎮瓦羅莎 就走向沒落 瓦羅莎當地人訴說的悲痛 其實就是塞浦勒斯人的心聲 不論南北居民都希望分裂的國家能走向統一 但多年來一輪又一輪破局的談判 讓他們不敢抱希望 國家撕裂成深深的傷口 民眾的日子卻仍得繼續過 塞浦勒斯南北政權上一次談判已是二零一七年 今年聯合國指派解決衝突經驗豐富的前 哥倫比亞外交部長奧爾古英 擔任塞浦勒斯問題特使 希望找到兩個族群的共通點 儘快展開和平談判 但南北雙方至今所提出的政治權利 領土和安全問題始終沒有交集 目前塞浦勒斯有一條長達301公里的緩衝區 一分為二 聯合國維和部隊管理這個區域 位於中間地帶的首都尼克西亞 是世界上最後一個分裂首都 而一些住在這座城市的希臘裔和土耳其裔居民 正試圖在不安中找尋和平共處的機會 小小的酒吧裡一群人翩翩起舞 每到週五晚上 尼克西亞的探戈愛好者 就會相聚在這個位於南北交界的空間裡跳舞 在尼克西亞東邊五十多公里外的鬼城瓦羅莎 有些年長的在地人也向當局提出申請要取回他們的房子 打算搬回家鄉居住 數十年的紛爭讓人疲憊不堪 儘管要讓家園回到網治光景並不容易 這些長者已經沒有時間繼續等待 而對許多塞浦勒斯人來說 國家的和平是他們最期盼的禮物 公視新聞兩頁編譯 中國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 待業焦慮 這也迫使新鮮人降低標準 甚至是躺平放棄 不過也有人選擇變通 乾脆就投入影視產業追夢 或是網路創業 尤其是中產富裕出生的青年 更把快樂和自我實現放在金錢之上 上個星期落幕的中共三中全會 照樣宣示了提振經濟和就業 不過就目前停滯的現況 對多數年輕人來說 仍然是很大的壓力 非常期待您的合作 謝謝 看有人要殺人啊 來人啊 二十七歲的郭婷 原本是北京的白領上班族 每個月有穩定薪水 卻決定到南方浙江的影視中心恆電 從臨時演員開始追逐新夢 每天不是悖劇本就是試鏡 就是大概一百個能有三個 臨演 臨工的收入 一個月約合臺幣九千塊勉強糊口 郭婷說這是他從小就想做 卻被務實大人阻擋的夢想 所以甘之如遺 他有點存款 還有車子代步 現實壓力沒這麼大 我對工作的概念就是可以填充自己空餘的時間 然後開心 最重要 有的是做演員統籌 有的是做那個場記 他們也都是之前上班 然後覺得按部就班的沒意思 就來這邊了 中國歷經幾十年高速增長 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社會也發生變化 比較富足環境下長大的青年 對成功的定義不再局限於上班 內捲 出人頭地 也不想為五斗米折腰 麵包車遊牧的地攤經濟 或是從網路直播創業自己做老闆 都從小眾逐漸增加 20歲青年歐陽 放棄餐廳服務員單調無趣的工作 到全球最大的小型商品批發中心浙江藝屋 在抖音開個電商小庫當老闆 每天直播銷售 看趨勢找商品 身邊都是相同理念的年輕創業者 每天充滿希望 我們感覺靠努力是賺不到錢的 就是我該賺錢的時候 我會狠狠地賺它一筆 等到大環境不好了 我就會選擇出去玩 不管說還在那裡熬著去 等以後真的到財富自由了 那直接就20多歲或者30多歲 那直接就不幹了 至於按部就班的新鮮人 則是壓力山大 去年七月青年失業率 飆升到百分之二十一點三 當局一度蓋牌不再公佈數字 後來變更計算方法 到今年五月還有十四趴的青年失業 六月又有一千一百八十萬新鮮人 踏出大學校門 一場飯店與人力資源業者的招聘會 應徵者卻不太踴躍 因為知道恐怕很難達到自己的期望 就算在傳統高薪的金融等領域 薪資也比十年前低得多 某種程度是受到習近平共同富裕政策影響 科技業與補教業在監管下也高度微縮 製造出口雖然創下順差990億美元新高 但面臨海外市場更多的關稅 反傾銷等抵制 求職 用人 雙方都苦 12月就是拿了畢業證以後 到現在還沒有準確的一個over 所以說還挺著急的吧 學的比較好的 比如說以前可能他能找到三萬的 但今天可能一萬的都很難找 失去了國外很多很多大的訂單以後 每個行業都不賺錢 企業卷到最後就是說 大量的員工失業或者企業倒閉 官方統計顯示 中國今年第二季經濟成長只有4.7% 是2023年脫離清零政策緊箍咒以來的最差 六月零售銷售也再次放緩 中國日前召開三中全會 各界聚焦當前嚴峻的房地產泡沫 債務危機 消費緊縮跟青年就業等問題 不過公報宣示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的現代化 洋洋灑灑三百多項措施 重複過去的承諾居多 缺乏驚喜亮點 更新新聞是惠中編譯 兩年一度的英國法英寶航空展即將轉型成為單純的航空商業展覽 並且減少開放一般民眾的參觀 而過去幾年 非安問題頻傳的美國破音公司 這次相對於歐洲的空中巴士集團 就顯得非常的低調 不過破音他還是取得了一百一十八架的訂單 領先了空八集團的六十九架 地主英國皇家空軍的紅艦特技小組 按照慣例進行編隊低空衝場 美軍和許多歐洲盟國都在使用的F-35戰機 也來湊個熱鬧 不過未來的法英寶航空展 可能要讓許多民間的航空迷失望了 因為主辦單位將引導航空展的轉型 成為單純的航空商業展覽 撮合買賣雙方 並減少開放給一般民眾參觀的機會 這次和歷屆展覽最大的不同 就是在地面展示的商用機方面 幾乎都以歐洲的廠商為主 來自大西洋對岸的美國波音 儘管也設置不小的攤位 但智力推銷的各型客機卻不見蹤影 分析師認為這和波音低調參展的態度有關 從737 MAX到號稱夢幻客機的七八七系列 波音的商用機產品不斷傳出非安疑慮 但檯面下 波音仍舊鴨子滑水 航空展開幕第一天就宣布 拿下大韓航空20架最新的777X長城客機 以及20架七八七客機的合約 標價總計達70億美元 當然身為歐洲地主的空中 巴士集團也沒有閒著 中短程客機系列中最新的A321NIL 以及銷售成績亮眼的長城客機 A350都是業者力推的明星機種 不過分析師提醒說 從新冠病毒疫情以來困擾各方的供應鏈問題 在解封之後依舊存在 外電報導指出 歐洲最大廉價航空的瑞安航空 2024年第二季的稅後利潤 比第一季大跌46%凸顯了後疫情時代 所謂暴復性旅遊的風潮 逐漸恢復原有的需求基本面 導致機票價格出現向下調整的空間 另外供應鏈與缺工問題 讓新飛機交貨時間延宕 拖累航空業機隊擴編與更新進度 像是印度航空被迫拆卸舊型飛機的零件 給較新型的飛機維修使用 這些都造成航空業不小的營運壓力 公司新聞學長編譯 感謝收看 你同一時間全球現場漫遊天下 我是李孝茹 明天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孝茹